我是台灣大學工會代表林凱亨 我要點名楊潘池 你忍心看著全校的所有監獄助理 繼續沒有勞健保,繼續血汗嗎? 各位好,我是成功大學的廖家綺 今天要點名的就是在我們後面,在樓上的 我們成大學長,勞動部長 為什麼勞動部長一直沒有扶起勞動主管機關責任? 這是你的責任,不是教育部的責任 你才是勞動主管機關,趕快出來面對 大家好,我是正大勞助會代表 我是正大福祉生林醫治 然後我要點名的是現任的教育部長 也就是剛剛上任的教育部長 是我們剛剛現任的正大校長文思華 為什麼要點名他呢? 因為他之前總是說 他的校園的說法經常是說 我們也很想譬如說幫監任助理 不管是監任老師或監任助理條心 或者是總之 這些東西都是因為教育部不給費用 所以我們沒辦法做 可是現在當上的教育部長之後 他可以決定我們的經費 是不是有賺不出了 他自然一計畫就可以說 沒問題,再不如來出大學監任助理的保險保費用 這樣子很多問題都可以解決 因為現在很多問題其實是卡在前上 我們需要他的一句話 所以說我要點名 吳思華部長 請他負起他作為一個教育者的責任 好,各位全部請喊口號 然後就請方位志願者自己淋下去 堅任助理 血汗勞動 勞動部 物體貧窮 堅任助理 血汗勞動 血汗勞動 勞動部 勞動部 物體貧窮 物體貧窮 好像非常謝謝今天三日三位的志願者 那也希望被我們點名到的教育部長 勞動部長跟台大校長 可以盡快出來面對 我們來這邊 第一個就是想問你們說 為什麼會有關係是經過個案認定的 從以前到現在從來沒有案例是 檢舉人 我們在場有非常多的檢舉人 我們在場有非常多的檢舉人 所以你們的訴求 我們一定會被罰處理 我們的訴求 已經大概在一年前就已經送到 勞動部了 我們一直有在處理 所以請問一下到底十萬名 兼任助理 什麼時候才能獲到通案認定 我們總共有十萬名的兼任助理 我想是不可能一個一個個案認定 所以你們認為是要一個人去 到現在都沒有收到 我們在場有非常多的檢舉人 在半年前就已經提出檢舉 到現在沒有得到任何的答覆 我們有得到三批的檢舉 前面兩批都已經去 沒有 在場就有檢舉人 第一波的檢舉人都站在這邊 沒有 我們給過你幾次資料 我們在這邊 這樣子 沒有錢就給你資料了 無不用關係 五人 為什麼 大概有三十一位 我們請高教工會 把確實的資料 我們第一批洩密的 就是我們再洩密的 要不要公開你的資料 第一波 我們再講的是第一波 我們再講的是第一波 第一波 你們資料都已經公布了 都已經洩漏給校方了 那一波的檢舉結果 是不是應該要公布 如果有個案的東西 勞保局已經正在處理了 沒有 所以我們上一次來 就已經提出個案的東西 然後你們也告訴我說 你們正在處理 那是兩個月前的事情 我們其實都有在處理 那如果你還要進一步了解 你的案子 所以勞動部不願意 針對兼任助理的部分 進行通案認定嗎 本來僱用官 不是只有學生 每一個勞動關係 都是個案認定的 所以今天在Seven打工的職員 如果來跟你們反應的話 你們會先去確認他的固案關係 我們會先了解 你必須會先了解 這跟我們過去 進行勞動檢查 檢舉是完全不同的處理方式 今天的這些問題 其實我們在過去的幾個月當中 你們都沒有回答 你們都沒有回答 你們回去都說 你們回去會處理 到現在都還是沒有回應 我們其實都已經處理 假設你們還有一些個案 你們覺得沒有的話 你們都把資料給我 我們都沒有問題 我們私下都可以來處理 不要私下 我們今天就是在媒體前面 我們就算你們 我們就來處理完再走 我們 我也是檢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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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什麼到現在都還是沒有結果呢 我今天只能告訴你說 我們一定依法處理 然後老師 什麼東西 我現在是檢舉人 我現在是檢舉人 我就是檢舉人 檢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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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檢舉人